大家好,我是老天 刚从老家回来 举子依依说今天 在老家睡了,不回来 就我一个人回来 他一回家我的宝贝们 哎,他们两个呢? 没回来 什么叫没回来 这老家睡觉了 今天不回来啦 对,他说要跟他奶奶睡一下 怎么可能 真的,你不信你看 花嫩嫩肯定是不在的 你开灯看嘛 在不在 居然不回来,怎么会 在你地方睡了 昨天我姨不是过来吗 铺了一座床 所以就不过来了 真的 真的 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对,今天二人四季 你叫什么二人四季啊 他们 他们不回来应该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啊 明天他们肯定也不想去上课了 兴趣课 你明天放假还有兴趣课吗 有 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接课 今天不去,明天又不去 放假就让人家好好休息一下嘛 天天休息 那你 让人家有点娱乐活动啊 对吧 难得放你一次假吗 还有多少娱乐活动 上一节就上一节 你让他玩 小孩子玩 你不要这个课 那个课 本来就一个星期就两节新剧课好吗 你除了读书就两节新剧课而已 一些人你也是老师帮他们上 他学了都白学 人家都学了 那课不在那里吗 要怎么白学呢 他是多少节课 又不是说一个学期 学完了就完了 那些都是熟了生了 你不去练不去学 哪里会啊 久了就不会了 特别妹妹的舞蹈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他们不回来 你开心了 想不到 这副主缘 不是那个 你老是不愿意让他们去上去 像是我这个课上完 我都不会给他叫钱 就让他读你点说话 你觉得在这里 本来好不容易在这个镇上 找到兴趣课也能学一学 像你这样子 完全不愿意那就上了 随便走 不是不愿意 本来你看 每次都替他们找借口 他们每个星期都要请一天假 一个星期上一节 甚至现在都不去了 什么不去 不去上兴趣课啊 那人家说想和奶奶睡一下 那那么多年 那没和奶奶睡到睡一下不行啊 你看 今天昨天都一样 不每天都没去 那原来节放几天假 那你老师好多也安排了课吗 嗯 你不是说 至于昨天有课吗 反正三天有两天有 但是他们两个个都没去 那不是明天没课了吗 明天有课啊 昨天都没买 你不是又去找他了 他不是又跑了 别说这个事 我都说别说这个事 那找不去了没有嘛 那我一出门 谁又回不去了 那累死了 天天 天天现在看着 昨天刚给了他们钱 现在可以有钱去跑 200块 不说了吧 我不想说这个话 那是给我上个带着药物 就给他带回去 那给送回去 那是朋友 你看 昨天 这是依依拿的那块石头 这是小的 这个是什么 自己的物理资料 今天吃了什么 今天吃了什么 吃了馄饨 自己包的 不是 上次拿来了 好像冰箱又好了 好了 今天好像又 又结冰了 应该是好了 我还想 买一个呢 好了就算了 那省一点就省一点 是 所以我就把他以前那个 又拿着出去吃了 我其实都有点担心 我怕他换了这么久 什么东西啊 那个很炖 放了那么久 你还出来吃啊 是啊 所以我闻了又没味道 所以我就煮了 那好 现在吃了还没什么问题 嗯 等下120又来了 这里哪有叫120了 总是 也有的 好了 我去买锅烟了 这个柚子赶紧吃掉啊 你看这个柚子 我放了好久了 都干掉了 这是我邻居给的那个嘛 是啊 还可以 但是没人吃这个 是吗 干了 东西一多 啥都不吃 你看 这个橘子 是我们挑生了个小橘子 我们一袋一袋都拿过来了 这里还有呢 这个也是 都没吃掉 今天我吃了一个大的特为甜 是吧 嗯 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吃的 不要 不要 啥都不想吃 要不要狗狗煮光晚餐 嗯 挺清楚啊 嗯 你去我拿 买点蜡烛的啊 去 开玩笑的 那儿